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算是2020我也不会成王 只怪我太年轻 然后昨天也有网友写来说 那宋楚瑜呢 宋楚瑜怎么办 来 带你来看这个新闻 从自己到现在 从来没有说过三个字 这叫做我户序的 虽然还没脱口是否参选2020 但明年1月11就要投票 有网友用姓名学 Kuso解字 说韩国瑜投票日当天 就要成王 网友把韩国瑜的鱼字 拆解开来 右半边的鱼变成了人 1月金刀鞭则变成了罗马数字11 而玉部则成了王 解读成有人1月11要成王 人气很旺 就是硬要把他当凑成是他 就是要让他选总统吧 蛮好笑的 然后没什么根据 这种解字方式 看在专业命理老师眼里 也让人玩耳一笑 金来生水 所以代表说 他老准的运势整体是不错的 那网友把他哭说说 有一个人1月份11可以成王 那这样是有点牵强附会 从几个热门人选来看 韩国瑜柯文哲 口字代表老鼠爱打洞 而蔡英文的草部和士部 也失望老鼠 三人同样鼠年运势看长 老鼠为水 猪为火 水火可 所以朱立伦不管是在猪年 鼠年来讲 他整体的运势来讲 并没有那么好 至于已经出现的 王金平和赖清德 金字催生五行当中的水 猪年鼠年运势旺 而赖清德的亲字当中 因为有月亮代表卯兔 在中生代选票中占有优势 几个热门人选的生肖 也被命理界摊开解释 柯文哲和赖清德属猪 刚好犯太岁 而王金平属蛇 蔡英文属猴 分别正冲以及偏冲太岁 至于朱立伦以及韩国瑜 则运势频频 各方候选人尚未正式出现 明年投票日刚好落在农历年前 而命理解析确实也引发讨论 三年选留意的江湘 台北报道 好 这个选举当然免不了 过新年的时候 大家就问来年运势 但是如果真的忘到 拿名字出来做文章 我刚刚特别点到的是高嘉瑜 高嘉瑜自己在脸书讲嘛 不顾北京反对 也没办法2020成王 高嘉瑜笑说 你只怪我太年轻 好 还有人讲说 那个很资深的 宋楚瑜宋神掌 那怎么办呢 他也有一个余字 那他就不年轻就有机会了 来现场仁俊 我们现在开始成为猜字 说文解字 然后命理大会 你怎么看 这个网友当然创意非常非常多 你刚刚举的这些 我手上这个制作单位 也找到了这个之前网友 拿柯文哲的名字来做文章 那我还特别觉得很好奇 因为我完全看不懂 说到底逻辑在哪里 后来懂了 因为他把每一个的笔画 都给拆开 像这个是之前 在网路上引起很多人讨论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 那是三个字里面 网友硬把它弄成说 你看这个柯 这个地面 把这个可 这个字的口拿掉 变成一个钉 所以有个钉 叫做极溃钉手中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 同样的 他就说这个木 他从这边把它 再勾一个小勾勾上来 所以你看这个中间 也是有个钉的感觉 所以也极溃钉手中 然后所有的通通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连结 通通都是极溃钉手中 就只要把那一笔 也通通勾起来 就是变钉嘛 对对对 这个当然是我必须讲 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 因为我本人对这个 没有任何的研究 完全就是 网友上面在这个里面看 可是他其实应该这样讲 我从我政治的观察上面进来看 因为我们其实跑出政治新闻 说现在确实对于 整个的政局来讲 我认为他产生了一个的变化 也就是说 在过去大家认为 比较不太会对于热衷激烈表态的 或者愿意到了投票的时候 把它转为投票的 这一群年轻人 其实从14年开始 他慢慢的被 他观念改变了 所以你看14 16 18 其实几乎在年轻的选票的部分 他已经可以成为 告诉大家讲说 我们是占有一定比例的 那这个一定的比例 会不会产生制衡的力量 我认为他会 那这个力量 他到底喜好的部分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政治人物在观察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 传统政党的那一块 其实已经大幅度的被 被淡化了 那所以你看韩国瑜的现象 也是一样 你说在韩国瑜的情形里面 难道所有国民党的人 都希望韩国瑜当总统吗 我光讲这个国民党那几颗 不管是太阳还是夕阳 我相信他心里面想的一定就是 你还可以再等等 那所以是不是韩国瑜 虽然对很多这个激烈的 热情的韩粉来讲 他们觉得说 我要让他成为一个 显性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今天 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承诺 或者是怎样 我就是希望你出来选总统 可是在蓝营的内部里面 有没有全部都是这样一个共识 其实不是 那如果就蓝营 都不是这样完全的共识的话 那你对于社会大众来讲 是不是有这个完全的共识 所以我们在检视这些所谓要登大位的人来讲 你会从很多种不同的方向去检视他 包含他的施政的表现 包含说他的言论 包含他在两岸上面的立场 甚至有一些 他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谁的 或者他有没有做得特别好的 所以我觉得与其讲说 说文解字 说真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每次跑选举的时候 那一定会有一段时期 大家都会讲说 选举要到了找这个 这个风水 风水流年 对 开始这些民俗专家来谈 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依据 因为他在那一块 一定有他自己的专业跟权威 可是对实质上面来看 你看大家就讲说 网友有受风向 今天起来的时候就起来了 明天成像起风了 风一往旁边吹船就倒了 你看那个状况 也是都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 这些对于大家来讲 觉得有趣 觉得怎么样 可是实质上回来看 到你投选票的时候 总不会是看着这个册制 总不会看着这个来做 我自己都遇过一个 当时在2014年 这个市长 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我也看过台面上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老师 也是铁口直断说 某某某一定会当选 当时在场 差不多十个人左右 都听过这个 我们还叫他写下 因为怕口说无凭 是 那我也想相信这个老师 但问题是 开票结果出来的时候 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就下巴就掉了 眼镜就买地着了 是这样吗 当然他一定会有 他的这个解释 就是他预测的那一天 跟他后来的时候 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大家就是相信的人就相信 可是我觉得对政治人物来讲 他还是必须要实质注意到的 就是说 他在这个整体的表现上面 一定会被可供检视的部分 会才是他能够拿出来 说服民众 总不会有人讲说 现在大家会检视他的 铁开厕制 他到香港去 见香港的特首 见这个澳门的特首 但对他来讲 如果以治理高雄市长来讲 确实是有一些订单啦 但这是重点吗 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今天谈到说 是不是刘洁一 可能会到厦门去跟他见面 那陆委会立刻就讲说 你这个如果有政治性的东西的话 你就要补送文件 那包含到 我认为这个政治上面 他其实可以预测的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 他要到香港巡 那前几天赖清德才刚刚跳出来讲说 他要代表民进党参选 这个总统的初选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提到了说 他没办法接受香港模式 没办法接受所谓的澳门模式 那你认为他讲的是谁 韩国瑜马上这时候就要去 如果韩国瑜在这时候 告诉大家讲说 他觉得香港很好 讲到澳门很棒 讲到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 政治上面的预测跟攻防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正式主张 那韩国瑜希望出去拼金 你看他在所有的被访问 被问到说 他到港澳地区 到厦门去 他要干嘛的时候 他一直讲说 他把经济放在前面 对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 在提欧阳娜娜娜那个例子 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所想的 说我觉得我只要做 我相信欧阳娜娜小姐 他一定觉得说 我就做好我的艺人就好了 我就在拼金记 我在赚我的人民币 我为什么要去跟你举国旗 或是效忠什么 可是对不起 他可能事情 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 那韩国瑜现在面对 到这个状况 我认为他也一定 有这么聪明的他 他一定也很知道 如果这整个事件 被冠上所谓的 政治上面的意义太多的时候 那第一个在国内的法令 包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包含到现在大家民众 对于整个两岸整体关系里面 中国大陆跟台湾的 这个平等的关系 是不是受到一些破坏 那韩国瑜自己 也必须要思考清楚 好 对韩国瑜来讲 这一趟的港澳行 到底他是加分还是减分 刚刚浩宇告诉我们是 这是有点错误的评估 因为在网络的声量当中 对于他此行 当然韩粉还是很挺 包括你看韩粉挺到 要写说韩国瑜的鱼字解开 等于有一个人 1月11号会成亡 就是韩国瑜了真准 连天都支持 浩宇有很有经验的 跟韩粉攻防 你怎么来看 这一个韩国瑜的 测制的这张图 其实有被发到 很多的新闻网 那我昨天就很好奇说 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会相信这样的一个 测制的方式 大概两成 有两成算多 80%是不相信的 80%是骂得半死 说这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可是韩国瑜 其实他最大的失策 我认为我再说一次 就是他去碰两岸关系的问题 他一碰两岸关系 他就完蛋了 为什么 两年前的时候 中共提出了一个叫 融合大湾区的经济方针 什么叫融合大湾区 什么是大湾区 大湾区就是澳门 香港 广东 深圳 这一带叫大湾区 可是这次很好玩 韩国瑜走的路径 全部就是中共统战的路径 中共说我们要融合大湾区 我们要把港独的势力 把它消失 但是韩国瑜去走 你怎么会完全去走 中共的统战路线 我现在就公开质疑你 你是不是在接受 中共的一个统战的安排 来统战台湾呢 上礼拜我在立法院附近 遇到了一个香港的 一个民运人士 他就过来 他跟我说 现在香港的政府 在国内就是在推这个大湾区 跟小朋友说 你不是香港人 你是大湾区人 不能再说香港了耶 就是香港消失 澳门消失 厦门也消失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大湾区 他说因为有一个旧金山湾嘛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弄一个 就是一个湾区 这个湾区就是把香港 澳门弄在一起 那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就是一个大湾区人 那今天韩国瑜走的路径 我看了之后我傻眼 完全跟这个统战的一个方式 是一样的 而且当初他们推这个 大湾区的经济方针 是要干嘛 就是要作为统一台湾的示范 对 既然他要做统一台湾的示范 结果你韩国瑜竟然跑过去 那这个还是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吗 完全就是政治一千分 一万分了啦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这样走是不对的啦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他去这些地方 他一直讲农业农业农业 农业占台湾的GDP 1.6%而已 你再怎么拼 已经加起来是1.6001 真的能够让台湾发大财吗 根本不可能发大财嘛 对所以其实 我觉得他已经被看破手脚了 包含昨天的热门新闻 今天早上的热门新闻 30名 韩国瑜出访的新闻 每一台 包含中天丢了多少新闻 可是30 30名的新闻里面 只占两三个 这代表什么 就他退烧了嘛 30个新闻里面 只有两三个是韩国瑜 而且都是中自备的新闻 别的台都没有办法把他的新闻 弄到热门的榜里面 是不是没有人关心他了 浩宇就这个网路数字 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韩国瑜的这个热度 是不是随着他太过于 在两岸的关系上面表态 而且他表态的方向 肯定不是你我想的 这个维护台湾主权之外 还有附加什么九二共识啊 还有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大部分的民众 在听了习近平的谈话之后 慢慢的就是觉得说 你中国对我们的态度 讲白了你就是要来统一我们 好是不是像浩宇所讲的 韩国瑜伽的行程 在走一个中国统战的模式 的这样的行程呢 我们来看哦 这个3月22号香港 那么他说是农产品推荐会 继签约仪式 是信和集团的中环广场 3月23要到澳门 是澳门塔 澳门塔石卫生中心 澳门普与国家食品展示中心 澳门高雄投资贸易洽谈会 继签约仪式 之后他就到深圳 到深圳是两天 再到厦门 当然其中深圳呢 这边有澳门的赛马场 跟澳门大学 然后呢 要参观深圳的 前海级深圳综合交通运行中心 然后看深圳的一些科技中心 当然接下来就是厦门的 就是香港 深圳 就是包括澳门当中的厦门 这好像真的就是大湾区的路线 所以指责 这完全就是一个 中国统战模式的最好表态吗 不是啦 我觉得这个怎么评论呢 因为它地理区域很近嘛 像香港 那确实是有大湾区嘛 是有大湾区啊 可是我说这个跟统战 这是两回事啊 我是说他可能因为 顺着地理之变 去访问这个几个地方 那我要请问 那我就要请问啊 那如果是民进党的人士 去访问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也是被统战呢 是不是 过去民进党的人士 有没有去访问这几个地方 不是 我说这个 民进党有没有 我个人认为 走大湾区吗 不一定 当然不一定是 他很个别 就是香港去澳门 或者说去 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厦门 那过去一些市长 巴默陈菊也登陆过嘛 那坦白讲 那整个 整个中国大陆 本来就是想要统战台湾 那只要他去任何地方 难道都是统战行程吗 所以我觉得啦 但我不晓得他这个 我觉得啦 像这样的行程 一定他有目的性啦 第一个 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这个订单 已经先确认了嘛 包含这个有花卉的订单 有农产品的特征 都已经确认了 所以他才会这样跑啦 如果他去了 空手而回 那就白跑了嘛 所以我不认为 这样的行程 有太多的政治性质 但是就是说 在这几个区域 大家不要忘记 包含深圳 大家知道深圳多少人啊 两千万人口啊 包括跟台湾的人口一样大 是台湾 是大陆的一个 这个政经中心啊 所以去访问这几个地方 那香港 澳门 对啊 都是一个 都几个都是经济发展 很活练的地方嘛 那我所以 以他这一次出访 他是定调是产业 经济产业之旅嘛 那所以说 我觉得这算是 合理的行程啦 至于有没有 有没有被统战 老共怎么想 我不晓得 但是 韩国瑜不大可能 说我去 我就是要 因为他们要统战我 所以我去跑 这几个行程 这个impossible嘛 我觉得不可能 他也没那么笨啦 韩国瑜如果真的 有机会公开发言的时候 他怎么说 怎么看台湾的主权 怎么定义他这一位 高雄市的市长 是中华民国的高雄市长吗 还是说他就是略过 不讲 那其实大家都会看 他的表现 只是这一位高雄市长 很多人现在都讲了 经济之旅很好 帮高雄拼经济也很好 但是带着夫人 没有关系 因为是自费 那有些场合可能 夫人需要出席 我们也不会做批评 但是带着副市长 然后带着海洋局的局长 农业局的局长 观光局的局长 卫生局的局长 交通局的局长 新闻局的局长 严考会的主委 好 然后十位 国民党籍的议员 我再次澄清 没有民党的议员去 也没有去登记 然后两岸小组的委员 一位 两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六位 顾问 还有市政顾问 市政顾问 还有呢 余业代表 哇 这个二十八个人的团 我想问 因为庆锋 以前是台北市议员 你怎么来看 这样的一个团 包括刚刚 这个 我指责有讲了嘛 好 你讲这个大湾区行程 好像有点过于严过其实 民进党的人 真的也会走这种 大湾区行程吗 来 搬回答 要查一下 陈菊有没有去过 我这么说啦 其实在过去 包括陈菊市长 赖清德 担任市长的任内 如果在合理的城市交流的部分 所长交流是没什么问题啦 也不是全部都是 只是我们是提醒的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我回过这个情况来看 以刚刚那一个行程来讲 我就很心平气和地讲 整体站在国家的高度而言 如果韩市长到中国去 促进农鱼订单 商业的产业的考察 基本上这个部分是OK的 但是你也要提醒他 是不是会触及政治的协议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提醒他 会不会有统战的部分 那我回过来看那个行程 其实很少有县市首长 这么大手笔 他才上任市长三个月 4月1号高雄市议会就要开议 他现在对市政的嫌熟程度 我不好意思批评 我不好意思批评 你包括说这个海洋局办公室的事情 包括让环保局呢 可以拿着一个募款的意愿单 去跟厂商募款 然后说这个不是不乐之捐 他到底对于 高雄市政不是只有卖农鱼产品 教育 交通 对不对 还有文化各种的业务 那他是不是掌握得很好呢 我不知道 我都问我保留 但是这个出访的情况 你看七个局数首长 对 然后大阵仗是什么 这个人均可能可以看得出来 两岸小组成员水行 你想想看一个市长 他才上了三个月 如果是产金的一个出访 有必要大阵仗把两岸小组成员带去吗 我说这是选总统的格局 因为这个两岸小组 其实像台北市也有 过去其实并没有说像这种 就是把小组的人 整个带过去 没有 这个带去 因为这个小组基本上就是会提供给市长 在两岸 或者一些什么 是比较咨询单位 对 比较少会越上台 因为这个小组通常都是专家学者 或者是一些热心的人士 但比较少说大规模跟着出访 我是比较担心 到底是韩市长自己 我想他很忙 我是觉得他真的很忙 不过他谁给他的这个意见 这样往那个方向去走 把局数首长七个局长带出去 小组带出去 你说这个都只有产金 都只有农雨 我是有点担心 这里面其实是有高度的政治意涵 但是如果单纯 真的是只有拿订单 我们祝福 因为这还OK 虽然我们觉得那个 还是要可尝可酒 你觉得政治意涵是什么 你觉得会达成什么 会达成总统 有可能吗 我们两个都是政治工作者 我们这些观众都在这里 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还有long way to go 还有很多程序 包含是征召初选等等 还有很多问题的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晚报最新 拱2020有人透露 韩动向等绿人选确定才会明朗 那么毕心节不想绞入 也不想被消费 韩不想选 但有心理准备 再来看看 这个我们刚刚念到的 韩国瑜的行程 我们一直提到就是在 3月26号在厦门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跟国台办的 主任刘捷一碰面呢 如果有的话 这样的意义综合起来 瑞德哥你怎么样评定 这个韩国瑜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要出手了 韩国瑜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访问中国的起手势呢 不是直接杀到北京去 他如果要直接宣布 要选这个2020年的总统 他很可能就直接杀到北京 你认为习近平会不会接见他 你认为习近平会不会设宴款待他 不好意思啊 这几年来啊 习近平那么对中国国民党去访问的人 是越来越越来越 这个等于说不请人家吃饭 他看得起的人他来请你吃饭 所以呢他选择了跟他的南南合作 也就是现在去的这四个都会区啊 刚刚讲到深圳 深圳现在越来越大 他有可能要吃掉 那么东方蜘蛛 人家讲的是个香港就对了 现在香港澳门 然后包括深圳厦门 变成一个大湾区了以后 整个中国就变成一个大湾区 最后港洲澳大桥 也不用在那边换来换去 全部都不用换了 不用换车了 全部都吃掉 连五十年不变的香港也一并的 全部都被吃掉了 那么这件事情里面呢 刚刚说到底韩国瑜 有没有这个政治意行 我请问一下嘛 要不然他把两岸小组的人 请去干什么 拿订单跟两岸小组的人 到底有什么关系 今天如果单纯为了经济 我在这边表扬一个人 郭台铭 他为什么 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说的好话 你知道吗 他后来进了这个拔纳 到了深圳了以后呢 他算一算 结果成本赚了15万 今天宣布15万 全部回归给高雄乡亲 这就对了 你知道吗 中间剥削不要 全部钱给农民 那你要让农民发个小财 至少有成本 不会血本无归 你就不应该让中间的 这个等于说通路去赚钱嘛 这样才有意义嘛 不然你买一大堆 农民没有赚到钱 有个屁用啊 对不对 可是我问各位啊 中共所有的态度都是什么 不就统战吗 否则为什么香港特首 要特别接见 那么韩国瑜 不好意思 高雄的十个国民党的议员 是都失败啊 连吃饭都没有啊 连进去里边 里边听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啊 为什么 在他们的眼里面 在香港澳门 包括中共的眼里面 议员算什么啊 媒体算什么啊 我讲真的 所以呢 对他们来讲 有利用价值的 我有统战 统战价值的韩国瑜 我就借鉴你 然后呢 明天就是澳门特首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认为中共国台办主任的 刘洁一 一定会在厦门见他 你知道吗 见了以后 你认为韩国瑜的地位 跟他的统战价值的 跟他的统战价值在南映里面会怎样 过去几个礼拜以来 原本被统派媒体 尤其跟这个中国关系很好 朱立伦见过刘洁一吗 朱立伦 有 见过中共国台办的主任 然后也见过习近平了 不过那是因为 他第一 当时他是主席 第二 他后来是国民党的 总统候选人 那不足为奇 可问题你要知道一件事 中共是嗅觉最灵敏的 在此之前 中共还没有完全 就是把旗子 全部下在韩国瑜的身上 你从这次看 所以现在这个订单 我们大家不要太高兴 为什么 这跟三百季 Cats的意思是一样 因为我要捧韩国瑜 所以我订单一定给他嘛 对中共来讲 不要说一亿十亿 给个一百亿都是小case嘛 你看他一带一路 给了几千亿啊 你知道 买台湾一个邦交国 五百亿千亿都在买了嘛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中共 完全百分之百 就是要统战 当然站在韩国瑜的立场上 他当然要多销 一方面可以多销农产品 那么你看高雄 很多人就支持他 说他有外销农产品的能力啊 那另外一方面 就定高他的政治实力 跟他的政治声量 尤其是在蓝营里面 我问你 现在哪一个要选 总统的国民党的候选人 赶出来骂韩国瑜 你应该做好 你的高雄市场才对啊 你不可以违背 八九万人投给你的 辛辛苦苦 让你高雄发大财 我啊 蔡英文总统出访前有讲啊 但问题立刻 韩粉就 嘻嘻嘻嘻的啊 韩国瑜也很生气啊 直接抛说 我有五大要点 要求小英 然后呢 要他做到 赶快帮我们高雄怎么样 高雄需要机场啊 要专业的石化区等等 希望总统听得见啊 到底是谁 没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事实上 八十九万投给他的 这个高雄市民 要求一点就好了 你应该把四年的 高雄市长的任期 做好才对啊 对不对 这样就好了嘛 当然啦 韩国瑜现在是 小路乱撞 心很心 有一点起心动念 但是到底要不要选 到底要不要选 今天由于不绝啊 刚刚指责在讲到 说中国国民党 还要怎样怎样 没有吧 现在中国国民党 到底党内初选 到底要怎么走 一阶段二阶段 到底怎么走 现在挣扎 你要出选就出选 要挣扎 现在叫做 挣扎领表 笑破人的水 你知道吗 等一下要指责回应 但是我想要先问一下 任俊 我们来看韩国瑜 从他出访之前 酝酿的这些谈话 比如讲说 台独比美独可怕 现在这个话很红啊 尤其是出自他的嘴 之后大家又回应 苏德上是讲说 那么其实这个 羞辱台湾人的决心 还有就是 昨天要出发之前 他说什么 他说民进党的愈合力 像妖怪 这个刀刀 讲下去 都非常的很容易流传 就是感觉上 他已经奠定了 就是应该是讲 打民进党的第一把手 那问题是来啦 对于朱立伦 或对王金平来讲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他 接下来征召领表 或被征召领表吗 我先回答您第一个 就是说 关于他在政治上的这个语言 因为事实上 韩国瑜对于这些 这个提问 或者是他自己主动的 这些说法跟看法 超出的其实是 他在高雄市市长 这样一个职责上面 他需要去关心跟关切的 当然他表达的是 他个人在政治立场上的 这样一个状况 可是这个也很难 不让人家去联想到 那他在这个政治的发言上面 到底要打的 除了高雄市政 他要做出成绩之外 是不是有意味 因为他的成绩拉得非常高 包含到两岸关系 包含到这个 所谓统独议题上面 这个我其实觉得当然是一种政治性的宣誓 尤其在他出访前 那特别的去接受媒体的专访 那提到了这一段 那至于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尤其您刚刚说提到了这个什么 民党像妖怪 我看到他的说法是说 手被砍断了 然后明天就跑出一个手出来 那头被砍断了 隔天就跑出一个头 那这个当然会回来对应的 当然是2020的这个总统大选 那会被人家做这个连结 我觉得也不用怪说什么 大家去扣他帽子 因为很简单 他自己在这个要不要参选 2020总统的这件事情上面 造成多大的这个揣测的空间 甚至也因为这样 我们一个这个黄光琴小姐 也只不过就是在跟他专访的过程当中 对于他要不要参选的认知上面 有不一样 那后来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跟状况 那我当然觉得就是说 这些都是各自在立场上面的选择 可是当韩国瑜先生 他现在讲出了这一些话的时候 其实他所碰触到的 已经是他当时在竞选的时候 最不想被碰触的叫做政治的话题 你还记得他曾经讲过说 他如果当选的时候 在高雄街头不可以有任何政治性的活动 只要不管你要讲 不行 讲都不行 通通都不行 但是市长可以 他当时是这样讲 那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那时候连国民党的人 像指责这么理智的人 都认为说 这个就何必去扯这些东西 那你就是人民本来就有上街头 请愿跟表达意见的这个自由 那可是韩国瑜上任的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其实如果前一阵子 在高雄灯会的这个状态之下 有这个观光是跟在地很有 直接做到连结 那现在几个的出访行程里面 当然他讲说他要拼经济 要卖农产品要干嘛的 可是相对来讲 在政治上面的意涵 确实就跟现在国民党里面的状况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当他提出这些把自己作为国民党领头羊的时候 可是他现在不是领头羊 我现在讲的不是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登记的参选 他跟其他人是在平起平坐的状态之下 可是没有 他现在是国民党的一个高雄市的市长 而他又想要引领两岸上面的话题跟风潮 那我们就讲嘛 比如说像紫泽兄 是国民党的这个文传院的发言人 那国民党自己本身在两岸的论述的立场上面 其实都各自不一样了 我就说他的大帽子是叫做说国民党接受九二共识 可是九二共识后面要怎么走 我觉得你光看吴敦义有吴敦义的论述 那这个朱立伦有朱立伦的论述 我相信韩国瑜有韩国瑜的论述 那这些论述都是各自自己的表态而已 可是现在韩国瑜因为有媒体的光 大家极度都要放大的说 他对于两岸他就是要这样做 代表国民党整体的立场 所以我们这个来回答您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国民党这些太阳来说 或者是韩国瑜说他们是会被射下来的 因为他是后裔 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讲 他能不能那么接受韩国瑜代表所有人的立场 还是你如果不跟着他的立场走 到最后所有人就终终要被扫到灰烬之下 我觉得那可能是国民党现在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 好 任俊刚刚所点到一个点 我要提醒大家 韩国瑜他只是国民党的高雄市市长 是六都当中拿下来的其中之一 台中还有卢秀燕 新北还有侯友宜 可是你看他们 有没有这么在抢所谓两岸的论述 那么有没有这么在对于民进党的党内诸选做批评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他们选择 或是媒体的关注当中不一样 韩国瑜自己主动发起这样的话题的时候 甚至于去出访港澳以及这个厦门 重点在于 这是不是就是一连串的 想要选总统的起手势呢 休息一下 光会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前景新台湾 刚刚晚报的时候 有做了韩国瑜的友人透露 韩国瑜虽然没有说要选2020 但是心里确实已经有这样的准备了 刚刚广告期间 指责会认为说 赖清德出来参选挑战蔡英文 让国民党有机会可以喘息 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赖清德也逼得国民党必须要亮王牌 因为蓝营现在就说要征召最强的 而那个最强就是韩国瑜 所以你们内部难道不用去处理 朱立伦跟王金平心里的感受吗 我都已经宣布要参选 结果你们眼光一直看着的是那个 还没有说要参选的 只有心理准备嘴巴都没有讲出来的 没有啦我想初选 大家都希望说按照制度来走 这是最合理公平的事情 但是你看包含国民党 包含民进党 现在的初选都因为我们的党内太阳很多 想要出来进足这个大位 所以说当然会有一些变化 那对于国民党而言 当然我们现在很明确的 我们4月要领表 5月登记 6月就要初选 7月由全代会来通过这个人选 但是现在当然我们主发会主委 那个李泽华 他有提出一个新的方式 就是说是不是用协调来代替初选 如果你用协调来代替初选的话 那就比较能和平的 缓和的解决问题了 那当然这个要透过党内 就你刚才讲的 参选的人愿意啊 对要愿意 那愿不愿意 所以这要协调嘛 就好像民进党现在也在协调 所以透过韩粉给他们压力 压破他们 对 对你要注意的是我的问题哦 对 透过韩粉给他们压力 小心小心 不是不是不是 我怎么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韩国 吓回跳 就说现在赖金德 赖金德出来 我承认的确给蓝军 尤其是韩粉 很多的声音出来就是说 希望党内一定要派出最强的人来应战 不然会出 之前本来想说是柯文哲比较强 我们比较不怕蔡英文 当时我们从民调上来看 那如果民进党最后是赖金德出来 那我们肯定要出王牌嘛 那韩国瑜当然这一张 这个现在这个人气王 可能就是选项之一 可是问题就是说 韩国瑜他自己已经说 他不领表了哦 不领表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 韩国瑜要出来的正当性 事实上就是什么 他必须要是被动 所以被动的话 就为什么会有 他是被动 可是你有想过王金平跟朱立伦的心情吗 当然有 所以这党内一个协调过程就很重要了 我想这些都是要参赛者 参赛者他们有基本的权利嘛 所以说中间过程 比如说刚才讲了一种协调代替书选 还有另外一种 比如说刚才讲被征召领表 就当然是讲韩国瑜 或者说最后万分之一的征召等等 我说真的既然是参赛者 他们心里 心里是不是愿意心悦浮沉去接受这个事情 那当然是一个问题 所以一定要是大家协调 坐下来谈 然后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好 最协调 讲到协调 等一下稍后要请庆锋补充 因为现在民营党的初选机制 今天登记最后一天 如果没有其他人登记的话 那就是应得两个人的大战 即将在等蔡英文总统出访回来之后 可能就要启动 但是我回到国民党的问题 我想请瑞德哥 我先念一下这个是黄光琴今天早上他讲的 他说他批吴敦义 假仁义道德 放话 不要推给 绿区卧底 他说他受访时 就抨击韩国瑜 满口仁义道德 但是看到他被韩粉网路霸凌 却没有为他讲过一句话 让他彻底 痛心失望 现场占韩粉的除了这个浩宇之外 就是瑞德哥了 没错 你怎么来看 就是说韩粉的这样的步步披静 跟制造那个声势跟声量 是不是也给了韩国瑜更名正言顺 就觉得说就是他了 那当然了 因为现在我刚刚说过嘛 国民党 中央国民党 现在要选这个总统初选 甚至于要选立委初选的人 你没有发现最近很多的议员 要挑战立委初选的人 都打着韩国瑜的名号 选总统选总统嘛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就是希望 包括网络的声量 韩粉的声量 然后铁杆团 大家来支持我 那我就尴尬的是 没有人敢说 不要让韩国瑜出来选 马上就叛叛叛叛叛就打了 我记得王金平当时稍微提到 他要选总统 稍微提到韩国瑜 把高雄做好 有没有 马上有韩粉叛叛叛叛就去打他了嘛 然后黄光晴更不要讲了 黄光晴那个专访内容 你听听 你仔细听 不要说他个人听四遍 我比他个人听过十几遍 黄光晴有错啊 因为你韩国瑜的意思 本来就是说 你会 四年嘛 那你的意思就是继续做嘛 继续做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继续做到 这个总统初选吗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呢 事实上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那么韩粉的心目中 或者韩国瑜的心目中 当然是这个等于说 心动了 但是问题是 任何一个支持者 我们可以支持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跟明星 但是你都不可以 利用任何一种方式 去伤害别人 很简单 就算是伤害黄光晴一样 为什么 我王瑞德跟黄光晴 是不一样的啊 黄光晴被人家 被人家 被人家寒粉来恐吓 对不对 来怎么样 他选择了 虽然有去告 他选择是退却啊 他选择的是不组织节目了 我不一样啊 我看到蟑螂是把他给踩死啊 你搞清楚啊 你知道吗 我的个性就是这么火爆 O型摩羯座 请拍谁 所以我就告你 我跟你讲 我不管你是谁 天涯海角 我又已经告你 你如果是在对岸 怎么样啊 我查不出来 我查到资料等到顶多 把你通缉等你回来 如果你在台湾的话 你试试看好了 各位如果我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看最近的新闻 再去看PTT 已经有两位 被我查出身份 做完警察笔录 已经到了地检署啊 下礼拜马上第一批起诉人 全部都出来了 我还没有告完啊 你不要以为 很多人都以为说 你怎么那么闲啊 那你告完他们又持续的骂你 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很简单 只要被我抓到一个 对不对 一次我告你一次 告你一次你可能不会抓去关啊 因为妨碍免疫在台湾很少去关啊 一次民事 我就是要你二十万起跳 很简单 你十五年之内 你十五年之内 不要给我有动产不动产 你不要让我查到 你有一毛钱的收入 你是打工的 你是薪资的 我全部都查轰你 你试试看好了 而且一次告一次 写一次告一次 写两次告两次 一次二十万 四十万 六十万 谢谢各位 我六月即将到瑞士跟德国进行瑞士之旅啊 我呢 因为告你们 所以我已经升等上乌昌了 我告诉你 好 你看瑞德哥 我就是这种个性 来吧 不怕你啦 真的是化 威胁为力量 但是现场 瑞德哥呢 是名人 所以说可以用 维护自己的名誉的方式来告 但是呢 赞韩粉 浩宇的方法 好像就是直接跟他论述 跟他开直播 那是这样有效吗 我是觉得韩粉是不讲理的 他跟柯粉最大的差异 他就不太讲理 就是他们就是洗版嘛 不然现在底下已经开始洗版了 我们的网路直播 请敬你来说 很欢迎你们来看哦 网路都可以看得到 对 那事实上其实我觉得 韩粉的这个效应 其实对国民党的伤害比较大 哦 为什么 他有70%的活力 是对着绿营打的 可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会看到说 有时候他突然间转向 比如说王伟翰啊 黄伟翰啊 或其他黄光琴等等 他随时都会被 这些韩粉突然间的攻击 这代表说 这些韩粉是很失控的 他随时可能 现在是攻击绿营的政治人物 明天如果 王金平突然说了什么 朱立伦说了什么 会不会被遍体鳞伤 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始 国民党应该好好地去思考 要不要让韩国瑜参选 那如果韩国瑜没办法参选 国民党应该不敢讲这样的话 不然马上 党中央就被韩粉又洗版了 对 可能我看党中央 我现在先预测 如果韩国瑜没办法选 国民党的党中央 会不会被包围 一定发生嘛 这个到时候 国民党能不能继续执政 其实就被韩国瑜搞掉了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国民党 就是其实韩国瑜 已经越来越大头震了 因为这些韩粉 让他觉得他自己 好像是一个 哇 非常厉害的人 实际上他有没有那么厉害 当然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的人 也要小心韩国瑜造成的效应 会不会烧到国民党自己 好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韩国瑜是一个 他们必须处理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朱王真的不同意 所谓二阶段式的征召 那么该怎么办呢 现在他们的主发会主委 李哲华就说了 不会再提了 因为这个呢 朱王如果不同意的话 很多事情是不能 就是一厢情愿 这边就讲到了 目前参选 人对于这套办法不同意 那就不会再提了 因为党也不是为某个人 量身定做 所以是不是逼得韩国瑜 参选回来 参访出来之后 就有可能对参选起心动念呢 另外呢 刚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特别有聊到嘛 就是这个韩坟呢 把韩国瑜的鱼 拿来做测试 说他一定会 1月11号会成王 其实我们来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找到蔡英文 1月11号 然后呢 这边可以有一个两个 就是指两次上位 因为这个音下面不是个央吗 就是中央或总统府 啊文呢 又是又again 所以就是再次进入总统府 所以猜文解字 大家都可以 但是重点还是要回到 对于候选人 理性的评估跟判断 广告回来 看你 让你们来看 蔡英文出访之前 跟网红的开箱文 欢迎回到前进新台湾 蔡英文总统呢 昨天启程前往南泰 来进行拼外交 不过在出发之前 他给大家一个 惊喜的开箱文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 总统出访的时候 到底行李箱带些什么呢 带你来看 这个是为什么会有一个 很大的事 我们现在在打包啊 因为要出国 是我的公共用的旅行箱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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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机密吗 前面会有不能公开的秘密吗 有不能公开的秘密 因为会用马赛克一下 OK 好 如果刚刚还看到 就是刚刚总统讲的这个花衬衫 那这个是就是打算 到时候就会入境的时候 就开始穿的衣服 那总统你可以 拿出来看一下 对对对 对总统的印象 就是都很速射 然后很俐落的那种 因为这件真的是超花的 这个超花吗 是素的吗 因为它很花 但是花得很好看 就变得有点素的感觉 我刚刚一看就是 这个是外交部做的靠枕 收起来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造型 超级酷 然后你打开以后 它就是一个靠枕 可以打开看看 可以 但是我不敢确定 我只知道怎么弄 把这个沙弄到这里面 这个就是 要DIY一下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画面 如果我们妹妹要做对的话 外交部会打死我们 我们把他们的产品 没有正确的推销出去 所以它其实是要 摘进去的啦 哎呀 比较常旅游的旅游型YouTuber 果然比较会 最智商链压的 知识型YouTuber 鱼竿这个 他弄得比较好看 你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小带子 鱼竿不错 专业竞争 跳火圈 他真的不太想你理我 啊 对 对 对 好 这个是我的睡衣就不用看了 这是我的鞋子不用看了 这是我的泡面 哎呀 这个有自入的问题啊 我有听说 总统好像很喜欢吃泡面 我就是吃白衣 白衣 就十个样子 很多的糖果蜜 一件跟饼干 吃一片睡得好哦 我觉得这量 我刚刚 我刚刚也有点吓一跳 他超大一个包 超多的耶 一天吃一片了差不多 然后还有最后就是 这个小徽章 很可爱的徽章 我觉得这真的很漂亮 刚刚我们看到狗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团队的 大家就想说 好像大家都不太清楚 就是中套能养狗这件事情 我有三只大狗 三只拉不拉多钱 是到我们安全 那有三个很乖的 看到猫就躲起来了 好 既跟菜阿嘎 合作拍这个问答 攻台译 尬台译之后 这个开箱文 其实也蛮好笑 刚刚我们现场 几位来宾看了 第一次看都会觉得 哈哈大笑 对总统来讲 出发之前 引发大家的关注 这个做法算是成功了 那么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因为蔡英文出访 所以停止了竞选活动 不过对于 他在两岸立场的主张 他昨天晚上 再次写脸书 有人认为 这篇说法 其实是来回应 韩国语讲的 台独比美独还可怕 怎么说呢 因为他说我的物实反应 我在这三个方向 台湾已经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名字就叫中华民国裕 中国互不隶属 那么不必另外宣布 台湾独立 第二就是台湾 前途有两千三百万人决定 任何人都不能 哪怕是总统 那么其他任何人 都不能干预 那么再来就是 台湾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发展经济 建设国家 造福人民跟壮大台湾 好 这是赖清德呢 不能走行程 就用脸书来告诉大家 只是现场庆风 民进洞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个 史上最艰难之任务大挑战 就是这个五人小组 包括陈菊 苏贞昌 郑文燦 柯建民跟卓荣泰 其实陈菊跟郑文燦 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 大家比较知道 而苏贞昌跟柯建民 为什么会被选入这五人小组 原因在于什么 谈协调之前 我先回到那个制度的部分 因为刚刚谈国民党 对不对 民党现在当然也是在初选 总统听命初选 不过不太一样的是 民进党的这个初选 都是制度先行 因为包括协调 也是在机制里面 然后如果真的协调不成 不需要竞争的话 然后会有电视证件发表 会有民调 不太可能在边走 边看说 是不是要强制的领表 或者是两阶段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什么样 不太可能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面临的都登记 到今天五点就登记截止 那么如果有第三位 第四也不一定 不过现在目前也是两位 那就要协调 就进入协调 协调本来就是机制之一 那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不管是在未来是 能够协调有一个 很圆满的结果 或者是说 万一说协调的情况是 还是要进行君子之争 那都是一个机会 让民进党可以在这个时候 展现出一加一带二的一个机会 怎么说呢 如果能够协调出一个 一个圆满的情况 让民进党可以发挥最大的战力 那当然就是一加一带二 可是他怎么协调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赖清德是一个很冲的人 然后很想做什么就会做的人 不肯吓啦 说不败的不肯吓啦 这是五个人是怎么肯吓的 所以我就在讲这五个人 那如果说他们是要竞争的话 当然就希望君子之争 那这五个人 肩负协调的重责大任 本来我们就有一个协调小组 叫除了立委跟总统 不过现在有登记的两位都是重量级 所以我们聘了三位顾问 这三位顾问刚刚提到过 有陈局秘书长 苏任昌院长 跟柯建民这个总招 其实很简单啦 虽然协调小组的成员 也希望说可以缓和 然后可以协调成功转还 但是其实他们跟总统 跟赖院长的关系 其实都很深厚 并不会说因为他们本身希望 可能有些微的表态 说希望可以支持小英总统连任 然后就影响这个效果 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党内都知道 那个这个苏任昌院长跟赖金德 前院长其实是关系非常好的 那在过去重政的过程里面 苏任昌院长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上一次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其实赖金德就是在党团的干部 所以他们两个合作很密切 对 那当然是很欣赏赖金德院长 这不用说 那以柯总招在立院这么久的 国会领袖的这个资历 过去这个不要说他们曾经是同事了 那赖金德担任院长的时候 当然跟柯总招也是密切合作的 菊姐根本不用讲了 就像四同事宜的姐姐一样 所以未来的重点 我刚刚已经强调过了 就是说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都一定是说他们已经是倾向让 这个小英总统说也许连任会比较一个稳健 那因此就影响了协调的同事宜 陆生超说转环才会有圆满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刚刚提过了 有没有可能合作而有 不一定要进入到民调的这个阶段的可能性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顺序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先协调 协调如果完成了 就不用政建会跟民调 协调如果没有完成 就是说那大家还是来论辩一下好了 比比看也没关系 才会走到下面去 这是整个机制的 观众朋友不是很了解的协调 是到时候五位会把各自 把参选人都请过来 然后好好的聊吗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一定要有这样的过程 对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也是因为要尊重当事人 因为现在假设有两个人 因为不知道有没有第三个人 因为有两个人 你不可能只找A 然后不找B 这没有办法协调 那总统问题是昨天就出国了 对 他就已经出国要出过八天 那怎么办 本来我们在设计初选机制的协调机制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办法掌握总统的出国行程 我们在三月六号中场会就通过了 而那个时候 总统府还没有拍板出国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外界大会关注说 那是不是我 欢迎回到前进新台湾 我们来关注一下 蔡英文总统有一个最新的回应 那就是在中国打压之下 台湾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收到WHA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 而WHO世界卫生组织呢 发言人林德梅 他也证实了 今年因为如果两岸没有谅解的话 台湾不用期待 获得WHA的入场券 那么对此 蔡英文总统 他有了强硬的反击 带你来看 我想健康是一个人选 也是不是的价值 那这个北京没有理由 然后我们排除在WHO的WHA 甚至自由世界健康体系之外 那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的健康 也不能被入室 也不能被消失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来争取 好你看这个所谓两岸没有理解 对岸没有善意的回应 反正一切决定权都在对岸 所以总统认为这是一个无理的打压 浩宇好像就这一阵子以来 蔡英文总统的声量 在网路上面是呈现一个很快速的成长 对 其实赖清德宣布的时候 我滑到手机 我想说哇 他完蛋了 可是这几天我密切地观察网路声量 我发现哇 其实两边都很好 第一个是蔡英文他的网路订阅 现在已经是7.5万人了 很快对不对 一个网红来说 这个算是A级的网红 快速的订阅 第二个就是说 赖清德跟蔡英文的网路声量 同时都拉高 让我最意外的一件事情是 我不知道蔡英文这几天到底做了什么 他的正面声量成长了6% 负面降低了4% 这个他现在的正面声量的比例 是大概一两年前的一个正面声量 那对于跟刚刚所拍的 两部网红影片有没有关 因为其实真的蛮好笑的 而且还算言之有误 让大家看到一些东西 对 其实就是总统给大家 一个比较轻松的感觉 就是不再像过去那么严肃 看到人就是板着脸 他感觉就是可以跟年轻人互动的感觉 让我今天最意外的是 年轻人最关注的政治人物 这么久都是柯文哲 今天第一次是蔡英文 这个是他非常大的成功 所以我相信他连任应该是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来 任俊真是 所以说捡到枪 国民党认为说是赖清德让国民党捡到枪 赖清德参选是不是也上蔡英文捡到枪 没有 我觉得当然赖清德这个参选 是加深了绿营的这个支持者 在这一段时间对绿营的高度关注 所以绿营大概都是高度的回隆进来 那这个回隆之海进来